最重要的是健康 但是很多人在乎的是她的大小 世信大学公广西毕业学生 就跟内衣业者一起举办的 网路自拍美女的票选活动 结果呢 前六名出炉都是露胸部的自拍照 不管教育部曾经呼吁说 不要过度聚焦胸部的言论 这个决赛的女大学生穿的还是很辣 那么他们希望说 教育部用不同的思考角度 不要认为说这样子做 就是在物化女性 不但万一大声向自拍美女走出来 向教育部展露好身材 为什么不可以 希望说就是教育部 可以用不同的角度去思考 不要说认为这样子的 就是在物化女性 重点不是在胸部 可能大家刚好看到 就是这阵子的话题 刚好都注重在上尾的部分 对啊 就觉得其实大家不用太care 这个问题这样子 对不对 因为我们不是跟那个 毕竟跟电玩美少女 他们的重点不太一样 不过仔细看看现场美女们 好身材几乎呼之欲出 看的人脸红心跳 第一名阿哈决赛装扮 网络自拍最大尺度 小鹿苏兄跳舞 第二名小公主 世心学生 作风大胆 连身迷你群 拖到只剩小内衣 女大生作风豪迈 教育部呼吁 不要过度聚焦胸部的言论 主办的世心学生也有意见 我觉得在这个年代 女生要展现自己 是一件很大方的事情 跟我们其实没有想到 什么物化女性 认为教育部和社会 物化的说法太沉重 女大生们说 单纯只希望青春不留白 昨天新闻中央程 蔡莫真 SNG小组 台报导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